最近多家大型企业相继宣布推出自愿离职计划 难免引起市场以及国人不安 这是否表示经济即将步入寒冬的征兆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诺丁汉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肖寨子博士 在线上为我们做分析点评 肖博士早上好 刚刚我们提到了多家公司宣布推出自愿离职计划 是不是预示着我国经济正在放缓呢 好了我想我们看到的是 比如说美国上半年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财源潮 它刚开始的时候是集中在金融业科技业 最后又吹到了消费的行业 如果跟马来西亚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最近引发关注的VSS的计划 其实在马来西亚目前还是集中体现在电讯行业 背后的原因我想跟美国上半年出现的财源潮 有一个共同的因素就是说 当疫情的时候那些迎来迅速扩张的那些企业和板块 现在逐渐的失去了这个推动力 或者是消费者的这个需求开始放缓的时候 那这些企业和行业就不得不进行一个业务的重组 或者是转向 那进行转向的一个限决条件 就是要控制运营的成本在轻装上阵 所以他们现在会选择这样一个受伸的计划 如果说我们这个消费的需求已经开始放缓 或者是说下半年马来西亚经济需要面临到了 现在这个已经出现比较明显的势头的经济放缓的一个讯号 是马来西亚以及世界上其实很多个国家都已经正在面对 和必须即将去面对的一个趋势 我们看到根据这个大马统计局 这个上个月刚刚公布的最新的数据可以看到 消费端已经出现了这个热情减退的非常明显的一个讯号 整体的销售的同比增长率从今年前三个月的 大概是12.9%已经下降到了这个6.3% 除了我们的内需开始出现明显的半缓以外 我们的出口的情况可能也不是非常乐观 出口的价值在今年第二季度的4月和5月就已经萎缩了 大概13%发现 那当然出现了这样一个大马经济比较明显的一个放缓的讯号 跟美国经济的这个下行风险的逐步提高 欧盟的许多的国家出现了这个经济衰退 还有中国的经济在今年上半年的这个经济复苏 不如预期都有非常紧密的一个关系 既然这些大型的企业都开始受伸 国内的中小企业是不是也应该要采取怎么样的一个措施 来应对这个会放缓的经济呢 我觉得这个中小企业无论是在疫情当中 还是现在疫情后面临的一个比较 这个经济放缓的这样明显的一个讯号的时候 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好现金流的管理 特别是已经你知道这个接下来的下半年 这个日子可能会有一点难的时候 市场的需求起步不定的时候 那现金流的管理可能就比疫情的时候 显得更加更加的重要 特别是我们的中小型企业的一些业务 或者是说市场的拓展部门 一定要跟他的这个产物部门 做好一个共同的一个配合 这两个一定是潜在的一些合同 进行一个全面的梳理 特别重要的是要识别你上下游的 这个供应商和订货上的一个 潜在的一个变动 这样子才能够更好的调节 他对这个现金流的这个风险的把控能力 第二个就是如果内需已经开始放缓了 外部的一些主要的贸易伙伴的需求 潜在可能 也有可能放缓的话 那就不要把一个所有的鸡蛋 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尽可能的让你的下游的渠道 尽可能的多元化 特别是上加利用一些区域性的 这些贸易伙伴关系和协定 以及电商的平台帮你拓宽这个市场 那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是 无论是你面临这个经济的这样的一个 放缓的一个趋势 还是疫情中你面临的很多的各种多维化的一个挑战 提升中小型企业的这个产品和服务的 这个竞争力和不可替代性 确保你的效益 然后有一个比较稳步的增长 那这样你就不需要面对受伤 这样的一个残酷的现实 非常感谢萧博士给我们做的分析点评 以及给我们这些中小型企业业者的一些非常好的建议 谢谢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